YouTube频道WonderKey Originals 上载了标题为 现在把J-IDOL的J拿走 IDOL townboy 偶像登场了 当天 IDOL成员们在SNS上 看自己的搜索结果后 做出了反应 其中成员舒华读起自己简历后的反应 并全场气氛升温 舒华读完自己的简历上的 初恋是给自己打走飞来的球男孩后 回忆起过去 他说 上体育课的时候 那个男生就在我旁边 舒华接着说 球刚好打到我这边 但我却发呆想着怎么办 这时在我旁边的男生把球挡住 听到故事后 成员们反应相当热烈 对此成员们纷纷表示 什么情况 大发 其中队长小娟说 还有联络方式吗 舒华矜短的说 有 当时真的很魅力 让现场气氛沸腾起来 也舒华在AD队内 担任副唱 门面 忙内 当时在就读 花岗艺术学校 戏剧科一年级时 便休学前往韩国当练习生 2022年1月 二十三家 迪拜博览 CAPE演唱会时 首次以五人显示上台演出 因为舒华接下 岁珍本来负责的歌曲段落 一度成为热化 爱豆的新专辑也正式上线 大家记得多多支持哦 爱豆韩社 玛丽姐说最下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